大家好,我是大琼 最近很少给小朋友买零食 所以在家做了一些蔓越莓曲奇饼干 分别做了原味和抹茶味的 酸酸甜甜,非常酥脆 自己动手,吃得健康,放心 下来准备一个鸡蛋,打散备用 然后准备100g无烟黄油 我们把它切开室温软化 然后准备100g无烟黄油 然后准备100g无烟黄油 我们把它切开室温软化 放置1-2个小时就可以了 室温软化好的黄油 用手指轻轻压一下 就能搓一个洞 稍微搅拌一下,然后加入60g的糖粉 继续搅拌均匀 如果家里没有糖粉的话 可以用白砂糖在搅拌机里打成粉末 其实白砂糖也可以做 但是做出来口感差很多,比较粗糙 搅拌均匀之后分两次 加入20g的鸡蛋液 等第一次加进去的鸡蛋液被黄油完全吸收之后 再加入剩下的鸡蛋液 等完全搅拌均匀之后 筛入150g低筋面粉 然后再加入50g的杏仁粉 加了杏仁粉的曲奇饼干会更酥一些 如果家里没有杏仁粉的话 可以换成低筋面粉 搅拌均匀之后把面团分成两份 每份大概为188g 取一份面团 里面加入25g的蔓越莓干 先来做原味的曲奇 用刮刀把蔓越莓和面团搅拌均匀 搅拌好之后拿到案板上搓成长条 搅好之后放在油纸上面 我们放进模具稍微压一下 如果没有模具的话 直接这样搓成长条也可以 到时候烤出来就是圆形 压平整之后放入冰箱 大概需要冷冻一个小时左右 现在我们来做抹茶味的 取1大勺抹茶粉先过筛一下 再加入25g蔓越莓干 用刮刀慢慢搅拌均匀 跟之前的原味曲奇一样 搅拌均匀之后搓成长条 然后放在油纸上 放进模具压平整 放入冰箱 大概冷冻一个小时左右 一个小时以后 我们拿出面团 切成大概5毫米厚的薄片 放入冰箱 大概冷冻一个小时左右 切好之后 平铺在烤盘里面 记得下面垫硅胶垫 或者是油纸 取其饼干在烤制的过程中 会膨胀一点 所以两片饼干之间留一定的空隙 同样把抹茶味的也切片放入烤盘 铺好之后放入提前预热好的烤箱 170摄氏度 340华氏度 烤20分钟 像我这样不喜欢饼干表面烤黄的话 可以在烤5分钟的时候 加盖铝箔纸 烤出来的颜色漂亮 而且非常诱人 满污子都是黄油的香味 如果你觉得黄油饼干太腻 不妨试试这款酸酸甜甜的黄油曲奇饼干 可以作为早餐 也可以当平时的临时甜点 如果你喜欢我做的美食 请你帮忙点赞 并且订阅我的频道 我是大琼 咱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